我们看看这个一字多一的奥妙 Attainment这个词稍微一点点难 我们有一个概念 就英文字越简单的 越容易越简单的 它越复杂 就一字多一 一字多词性 英文这个词很长 很坚实 很困难 它越简单 因为它意思通常只有一个 Attainment它在中间一点点难度 所以英文也是组合的词 像Attain 后面加MNT 所以背这个字 这个方法不对 就Attainment 背得很累 比较方法对的 就是Attain 加一个MNT 这样子比较好好背 甚至Attain 要区分Atten Attain Attain 这样子 就比较 拆开来一起比较好记 原英文字有字首 字根 字根就中间 它根不是尾巴 尾巴是字尾 字根是中间 你看它是 我们一般Attainment是 你看好几个意思 这几个都常出现 就是 愿望达成了 Attainment达成了 然后 这个也常用 这个有成就 中文的造语 英文的造语 化学的造语 还有学识才能 自己的 它意思不太一样 Attain这个字也常常搞死人 因为Attain是尝试 试图去做一件事情 这个字也不难 可是它常常也是攻击 Attain是尝试 试图做事 怎么会是攻击 它也是攻击 就是Attain 当然啦 英文的一次多一 它一定有些字是主要的 可能都是出现50%以上 主要的 然后看来几个意思 可能如果 有三个五个意思 可能有的就30% 有的20% 百分之四几 或者百分之十不到 所以Attainment 这个攻击的用法 应该是不到20% 你说不去寄它 也没关系 可是它出现的时候你就完蛋了 当然我这整个系列 都尽量列出来 不能说百分之百 可能90%都列出来 当然有些是常用 有些次常用 有些真的很少借 所以你自己看 如果你自己要求高零 就尽量多寄 但是千万不要只寄一个 你至少寄两个三个 最少要寄两个 两个三个 这也是达成低标 最低标准 每个人不一样 所以最糟糕就是一个字 一个意思 因为我这边一字多 全部都是两个以上 然后Attain 一般是Attainment会 讲什么 Attainment参加吧 参加什么东西 但是它有些细微的变化 比如说参加了 参加就出席 人在这边 Attain 与会 与会 参加这些 Attainment它也是照顾的意思 很多人就不知道 他照顾 Attainment它是比较细心的照顾 一般是讲医生护士 当然医生很忙 就是护士照顾 或者我们讲看护 看护照顾 Jarrett也可以讲Attainment也可以 但一般是比较讲 就是需要长时间陪他 最好有点经验 有点医疗尝试 他衍生出来就是护士 护士跟照顾不一样 照顾是照顾病人 护士他可能没有生病 他可能是大老板 有钱人 他没有病 都挺随时 等于是有点仆人的意思 就是护士他 然后他衍生出来变成 伴随出一种 就是产生 产生 不要讲伴随 就是随着什么事情 产生一个副作用 产生出不是主要的结果 这个意市 那个 另外一个 很讨厌 他一个专心 Attainment 钻心 怎么办呢 我看10个里面 100个里面 久几个都不知道 唉 这很麻烦 Attainment 他如果说 protection 我看绝大部分不知道 服侍可能也不太知道 出席大概知道 他的名字是Attention 第一区点 你说也是注意啊 招调啊 可是例证 例证就没关系了 当然我们会想到你要注意就Attention 就是你要注意 但是军队里面你要有例证的一个知识 所以这很多人英文自己觉得很好 可是很多很简单的 外国小孩子都知道自己不知道 想Attention 例证 少期 军队常常少期应该是少期 少期 就At ease 例证Intention 少期是At ease 解散了Dismiss 这样子 他也是有殷勤 就是献殷勤 本来是照料 很注意啊 专心照顾人家 慢慢有延伸 所以是殷勤 通常是男对女多一点 献殷勤的意思 Attitude 一般就态度 I don't like your attitude Your attitude is bad 态度啊 当然有包括意见 但一般态度比较多 可是Attitude 它也可以是知识 知识 Your standing attitude is somewhat awkward 你站立的知识呢 有点怪怪的 不太自然 知识 除了态度以外 知识 可能80%以上是态度 或者意见 可能40% 20%是知识 所以看我这视频就 可能你也记不完啦 但是你至少有个印象 能多记就多记 当然你可以 我的视频都可以反复看 就算记不住 至少你可以猜猜看嘛 因为你有一次多余概念 你明明说这个字 我认为是什么意思 可是它解释不通 可是你又想不起来什么意思 那没关系 就猜猜看嘛 看上下文嘛 Attitude 我们一般是讲 归因 归因于怎么样 我们把它用蓝色字 用不同的字 表示这个 表示不同的词性 归咎于 归因于 你的成功是归因于你的努力 Your success in business attributes to your diligence 你的生意上的做生意很沉默 归因你的努力 那他也给他名词 这一般人不知道 名词就是特色 特色 属性 奥利这个字也很讨厌 奥利 一般我们念过大学叫旁听 可以旁听 但是没有学分 旁听知道 但他也可以去查账 查账 一般是会计师或计账士 这些或者会计人员去查账 这是名词 Audit 但是名词 比较不用旁听 名词比较 Auditing 加个安基比较多 那Audit 没有加安基 一般是去查账 那邓词呢 就集合照目 也是查账的意思 集合就查账 旁听 这样子 我们把这一集讲到Authority Authority一般是权威 权威是抽象名词嘛 不可什么名词 一般是这样 引申出来变人嘛 就变人 专家 权威 有人讲权威也是人 中文是这样子 所以他也可以是抽象名词 不是人 也可以是人 专家 另外长讲就是政府当局 不是私人公司 就政府 就有权力嘛 政府有权威嘛 政府依法行政嘛 警察把你拦下来 你不要跟他抗病 他跟你去册 你不要跟他炉啊 越炉越糟啊 倒是警察不高兴 本来是酒驾 开罚单 什么东西的 你太多不好 就加一个妨害公务啊 又加了好几万台币 这样子 这集讲真